我大学毕业就去外地上班 在我所上班的公司遇到了现在的老公 那个时候他苦罪我三个月我都没同意 还是我在生病的时候他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 让我对他产生了感情 最终发展成了男女朋友 后来他干脆直接在离我公司不远的地方住了一间房子 我们两个人一起天天一起上班一起下班 感情非常好 经过两年的爱情长跑 他向我求婚了 我也答应了他 后来我把他带回家 我的父母看这个孩子挺诚实老实的 也没有多说什么 觉得是我喜欢的就行 然后他也把我带回了他的老家 他的父母对我的第一感觉都也不错 第二天他们就来我们家找我父母把婚室定一下 因为我父母也是老实人 结婚的时候只要了三万块钱的彩礼 房子车子什么都没要 后来我们结婚了 结完婚后我和他都辞职了 跟他回他们老家 开始了婚后生活 一个月后我怀孕了 到医院检查发现怀的是双胞胎 这让我们一家人都开心坏了 怀胎十月 含辛茹苦 孩子生下来 刚生下来的前半年 他对我非常好 让我觉得我嫁对了 可是好景不长 不到一年我们就出现了问题 生孩子的时候是顺惨 不是泼妇产 当初我跟我老公说 我要泼妇产 老公家里人为了省钱 非要让我顺惨 这也给我们的感情生活 带来了很大的隐患 因为每次和老公做房事的时候 老公总觉得我下面太松了 不愿意和我做 每次都是吵吵了死 根本不满足我 这让我非常气愤 每当我准备跟老公 沟通的时候 反倒是他过来先怪我 说我一点女人味都没有 满足不了他 真是让我有苦说不出 后来为了孩子 我一直忍着 直到上个月的时候 我老公骗我说加班 可是我明明看他手机 没有加班信息 包括电话和微信都没有 我就把孩子扔给了我的婆婆照顾 自己在外面跟踪我的老公 看到老公打了一个车 就去了一个离我家不远的宾馆 我也在后面打了一个低时 弄了上去 我亲眼看到老公进了房间 我让服务员帮我打开房间 没想到里面有一个女人 一丝不挂 还有我老公在卫生间洗澡 看到这些我彻底绝望 根本说不出话 脑子里一片空白 没想到他会背叛我 他的做法让我彻底死了心 我也知道事情的起因就是我下面松了 可是那都怪你们呀 当初不舍得花钱 现在又出轨背叛我 我和老公说的最后一句话 离婚吧 孩子我带走 我和老公说的这种情报 我和老公说的事情 我和老公说的常识 大学业 不停 只是我想问